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整了一条黄鱼回来,我们来做一道经典的椰菜 也是年夜饭菜谱,鱼鱼年年有余 买回来的黄鱼先把它的鳞轨刮掉 如果你嫌麻烦,这一步操作大可以叫当主帮你处理好 刮好鳞之后,我们从背部给它开背 从背部划开后,把这个鱼头我们也要给它破开 然后再把内酱给取掉 取掉内酱后,再把它这些黑膜给刮掉 处理干净的黄鱼,我们给它改一下到肉厚的地方 给它切成条,不要去断 就这样就可以了 两边都给它切一下 想要做出来的鱼,洁白不腥 我们还要给它泡一下葱姜水 另外我们加上一小勺的盐 再倒点料酒精去给它去腥 好,就这样转一转,让它泡上十分钟 泡鱼的时间,我们取一个碟子,在下面摆上葱姜 葱姜垫底不单止可以起到去腥的作用 而且可以让那个水蒸气流通,让它受热均匀 泡好的鱼把它拿出来,用厨房用紙把它水分给吸干 我们蒸鱼水分一定要给它吸干的 尽可能的把水分吸干一点,那样蒸出来就不会水汪汪啊 吸干水分后再把它摆入盘中 咱们再给它摆上一点小物件,看上去比较美观啊 摆好后就可以拿去下锅蒸了 锅中烧开水,把我们的黄鱼放进去 把锅盖盖上,大火给它蒸6分钟 好了,时间一到,关火出锅 出锅后我们在柚油中加点葱花,浇上去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往边边上淋上点蒸鱼籽油开吃 一道鲜美的清蒸黄鱼做好了 做法简单,鲜嫩又好吃哦 年夜饭,你也把这道经典的叶菜安排上吧